你知道影片能够让你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吗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今天早上呢 在帮小孩选英文家教的时候 我上一个预约式的家教网站 他有提供老师的影片 听过这个老师的口音啊 说话的方式 感觉上教学风格 有少部分的老师 他没有简介影片 纯粹就是用文字句述 他们的精力跟资历都很强 但是身为一个家长的我 就比较倾向于先看那些影片的老师 哇 直接看到这个老师教学很活泼很生动 应该我小孩会喜欢 直接从有影片的老师去做选择了 你的潜在客户也一样 也许他现在的问题在市场上 可能同时有三四位老师能够解决 你要怎么样在这些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其实影片是你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让潜在客户可以非常快速的了解你 决定他要不要信任你 他也是一个非常快速分享你的理念的工具 拍摄短影片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这阵子一直有同学呢 一私讯我询问关于影音行销跟直播方面的事情 针对这些朋友的需求 我有开了一个团体教练班 为了能够真正有效帮助到大家 这个团体教练班的名额并不多 可能就是几个人十个人以内 也许甚至五个人以内 主要呢就是教你能够快速的学会拍摄 一到两分钟的课程简介影片 或者是你的产品服务的影片 不需要再花钱去购买一些昂贵的摄影器材 或者是打光器材 用你现有的设备就可以开始上传短影音 开始曝光在你的请在客户面前 我自己的学员也是因为我的短影片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 看到我信任我 进而成为我的付费学员 那我相信这个方式在你身上也适用 因为名额很少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跟我预约咨询 那我确定说这个团体教练班 是能够帮助到你的 那我们再来加入 当然你影音行销不一定要跟我学 也有很多老师都在教影音行销 但是我能够跟你保证的是 我会尽我全力把我所有懂的 我的经验 我的知识 全部都跟你分享 不会藏私 我也希望在这个教练班结束之后 我们还可以有长久的合作关系 欢迎你现在就点到下方的预约咨询表 跟我预约免费咨询 我们下方的预约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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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方的预约咨询